我又来做这个开箱视频了 这些就是这两天我收到的快递 这个是游生活家刚刚上架的那个迪梦奇的那一套 因为当时看这个盒特别的特别的复古特别好看 然后就买了 再加上我对我对迪梦奇他们家印象其实都挺好的 就是迪梦奇他们家本子啊什么的 一些小周边都设计的比较有意思 但是这个人的是特别小 它就可能就一个护柴盒那么大 然后它里边的这个这个每一个可能就一厘米吧 就一厘米乘一厘米 可能图案是不到一厘米的 非常小 我这个它这么小让我有点不太知道应该怎么用 也是各种同样的 最近这种这种几盒的风格好像好像比较流行 各家都除了这种 它这个迪梦奇的包装还是很好看的 迪梦奇这个小盒真的是我购买它的动力 它这全部一共是四种我就都买了 这个是其实他们家送我的 正好送我的这个是小秘方 我之前还有一股要不要买这个 这个小秘方 但是它送我的话那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这个是一个咸鱼挂坠 就是烤串上的鱼的一个挂坠 快要到吃鱼的季节了嘛 这些都是小岛小岛降所的那个印章 然后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 他们家这个凶针 这个不知道是谁家的 这种这种印面的我有几个就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小马呀之类的那些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印章的牌子的这个印面 我有几个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到底应该叫什么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Omedado 这个我就买了 这些都是小岛降所的 最近比较喜欢北欧风啊 就买了很多他们家的这种北欧风的各种小鸟啊 他们家这四个小鸟啊 这四个鸟还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狐狸啊 这个石森狐狸回头我整整的一个土粉 我觉得印图粉应该还不错 但是这种木头印章的问题就在于有可能对不起 试试吧 这个也都是他们家这个系列的小树啊 三只猫头鹰 这是小花花 这是单崩的一个小鸟 和一个六点 这个六点非常的实用 这个六点印出来之后细节比这个上面张面细节要好一点 没有这么这么黑 它其实是有那种拿笔刷刷刷刷涂的那种感觉的 印出来之后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极的一些 这是极还是Hours Hours吧 应该是Hours吧 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这个嘛 这个烫金邮票的这个贴纸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家 就是Y-Studio Y-Studio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胶带我真的是买了好多 然后他们家贴纸也是 我虽然在用上 我可能他们家的这个胶带还不太好开脑洞 但是画都特别可爱 所以我就 我就还忍不住的买买 要说台湾的这些胶带的这个工作室的话 这个Y-Studio算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家 这个 这个也是游商国家买的 他们家这个本子 我寄予了很久了 是一个 他们家这个本子是 你可以跟他要这个 就是你这个皮筋要什么色的 我要的就是紫色的 黄色的本皮 配紫色的这个皮筋 然后他这个皮 摸上去会比较硬一点 稍微比较硬一点 我不知道说 用久了之后会不会 就是软了之后会什么样的 感觉这种颜色的皮 从未让人失望过 我感觉他应该能挺好看的 就是这个 好 就这些了 应该表现别的了 拜拜 我发现我刚刚好像漏了 漏了这个就是 这两个 这两个夹子 这两个夹子也是刚刚收到的 就是这个瘦夹子 我之前在NS上看到好久了 就我一直想要买这个瘦的夹子 这个瘦手 然后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到 后来有些小伙伴 他买夹子的时候 看到这个了 我发现他买到的夹子 就是这个瘦的手 然后我就跟他要的地址 买了这个瘦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也是同一家买的 这个四叶草的这个夹子 他这种老货可能量的比较少嘛 也不会特别重复 他这个夹子 就是这种什么 四叶草啊 还有个贝壳啊 那种贝壳已经卖没了 四叶草这个也是只有一个 嗯 就很特别吧 而且他摸上去的感觉也是 就是 不能说摸上去的感觉 就是看上去的也是 因为毕竟是老货嘛 就那种复古的感觉嘛 就还不错 这个这个这个夹子就是这个瘦手 他后面还可以 还可以挂挂在那个墙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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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